萱萱万一那些丧尸按到了楼梯按钮怎么办 没事 我已经在手机上把楼梯按钮销毁了 他们肯定进不来 琪琪 这里也快要待不下去了 我妈妈在高级公寓留了一间房 要不我们搬过去吧 好呀 一切听你安排 那我们赶紧穿好防护服 收拾一些必要物品 快速离开 可是外面全是丧尸 我们要怎样才能去高级公寓呢 琪琪这个不用担心 系统系统给我建立一个通往公寓的跑库 收到老板 跑库已生成 我只有在这危机时刻才会出现的哦 可是萱萱 我不会跑库怎么办呢 没问题 那只有我抱着你跑了 萱萱没想到你还会跑库呢 你以为呢 在这个末日生存下来需要具备很多技能的 不然就得成为这些丧失的晚餐了 公寓里也有准备好的物资 希望能躲避几天吧 不说了我们要赶紧快点跑去公寓 如果被丧尸跟踪过来 那可就麻烦了 终于到了 我的天 丧尸竟然跟着跑来了 萱萱刚刚的丧尸真的好可怕 而且他好像看到我们了 快点躲起来 不能被他们咬到了 萱萱我们躲在这里真的没事吗 没事的 你相信我吧 他们应该走了 我们赶快过去吧 好的 我们赶紧上电梯 吓死我了 丧尸的叫声好恐怖 我差点以为他们要吃掉我们了 对呀对呀 不过还好我们逃过一劫 欢迎收看今日新闻 由于这次丧尸病毒非常严重 医学专家猫先生 带着医护人员来到了本镇 他们会给我们消除丧尸 赶走病毒 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这些天使 琪琪 我们现在的资源快没了 要不我们下去找一些吧 好啊 之前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看到超市的门被丧尸撞坏了 里面应该还有一些资源 那太好了 我们赶紧穿防护服去找资源